嗨大家 今天影片呢不是一個vlog 但是大家先留步 先不用感到失望 因為今天想要坐下來跟大家聊的主題 其實是我一直以來都會被問到 或是大家很好奇的 那就是我是怎麼安排我的時間 讓我的生活變得比較有效率一點 首先我覺得大家可能對我有一點點誤解 就會覺得我好像是一個 你知道很有效率不會拖延的人 你就錯了 但是 somehow I managed to get most things done so 今天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是怎麼在安排自己的schedule 以及在安排的時候有沒有一些tipsy 希望可以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十八一隻腳就好 開始啦 首先我想講安排時間這件事情 其實每一個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你每個人適合的方法也不太一樣 首先我安排自己schedule的第一步 就是把所有我需要做的事情全部寫下來 包含你可能有一些deadline啦 有些目標 有一些target等等 那我的個性是我的腦子會想的 比我的身體能夠反應的來得快 所以我可能很多時候我想到我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沒有把它寫下來的話 它就會噓噓噓噓然後就跑走了 加上我上次聽到忘記誰說 人的短期記憶可能大概就是寄六到七件事情 那我覺得七件事情其實並沒有很多 我們每天要做的事情其實可能十幾件 所以當你有想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馬上把它寫下來 不管是你把它寫在筆記本上面 還是寫在你的手機上面 把你的代辦事項些列清楚 你才會知道說 OK我就是你知道有一個bigger picture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有這一些 那回到我剛剛說這些也可以是一個目標 例如說我每個月想要有兩個podcast 然後我每個禮拜想要有一個影片 那這些就會成為我給我自己的目標 以及我會給自己set的一個deadline 再來第二步呢就是列出你的優先順序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就是他會選擇 例如說有A好了 A的事情是很急迫 非常需要趕快解決的 可是他選擇去做他比較想要做 但是沒有那麼急迫的B 所以變成說到可能deadline的時候 他會很累然後很瘋狂的在趕那個A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被避免的 所以當你把所有的代辦事項都列出來之後 開始rate說OK 這個是我在什麼時間內一定要先解決的 才不會拖到後面的時程 這一件事情我可以再等等 但是我必須要在什麼日期之前把它完成 當你把優先順序列出來之後 第三步就是用calendar 行事例的話有些人喜歡用手寫的 有些人喜歡用電子的 那我個人是很習慣就是用google calendar 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其實是非常密切的連結在一起 所以因為公司用的是google calendar 所以我也習慣是在同一個界面上面 我可以看到我平常工作 那天的工作量大概是多少 以及我自己的schedule是怎麼樣 因為這樣子的話可以避免說 好像我那一天工作會非常非常累 就回到家我還給自己安排了一個 就是超級爆炸的剪輯schedule 對所以我自己是用google calendar 但是如果你們有自己習慣用的app 我覺得go ahead find the one that fits you the most 建好calendar之後 就是要幫每件事情set一個deadline 你在set的那個過程中 你自己會比較有一個概念 說你做這件事情要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你在什麼時候要完成 才可以catch到你的deadline 這樣講可能會有一點的模糊 但是以我自己來說 我今天這支影片其實呢 是有跟sirshark合作的 所以我就開始思考說 ok 今天我這支影片需要在2月底出 那我會回推說 ok 那我的second cut 我的first cut 什麼時候要有 我中間可能要預留3到4天的剪輯時間 我初剪需要再預留可能2到3天 然後再往回推說 那我什麼時候要拍這支影片 你會在不知不覺中培養說 你更了解自己 就是做一件事情需要的時間 然後你應該要怎麼安排才不會讓你自己太burn out 那既然講到sirshark 我們就馬上進入今天的廣告時間 不是這個 大家可能都聽過我介紹很多次 什麼是sirshark 那sirshark是一個vpn service 網路上面的安全其實一直是一個被討論的議題 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跟網路實在是太密不可分了 你看看我 但是我們在網路上面的足跡 不管你是login到你的email 或是你上網買東西 這個時候很可能就會有資料外線 或是你可能會被一些scam的廣告給鎖定 那sirshark sirshark現在有一個叫做sirshark alert的功能 所以它可以去搜尋你自己的網路 是不是有被別人入侵 如果它偵測到有人想要竊取你的個資的話 它就會馬上通知你 然後你就可以趕快做出反應 我自己是覺得看不到的敵人是最可怕的 那另外一個好處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sirshark bpm可以讓你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影集跟影片 包含可能像Netflix啦或是Disney Plus這樣子的串流平台 所以如果大家包可以包到不知道包什麼的話 就可以用VPN然後看到別的國家的聚集 那現在如果使用我的promotecode的話 就可以有83%off然後另外加上三個月免費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把所有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我覺得我講這句講得越來越順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 那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回到影片主題 當你幫每一個代辦事項都set好一個deadline的時候 最後一步就是你要找出自己的work time跟rest time 因為我覺得工作歸工作 但是你一定要留給自己一個傳息的時間 如果你每一天都把自己真的塞到滿滿滿 滿到不行的話 你不僅工作效率會變差 你可能把工作排滿 你會發現有一些其他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反而沒有時間去做了 所以例如說我自己的calendar上面就會有 可能放空日或是我今天要做家務 我要洗衣服日 當你把這些都incorberate進去你的行事地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所以你的schedule其實是可以呼吸的 以上就是我在schedule的時候用的邏輯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自己在安排我生活的時候 遇到的一些事情經驗 然後有些小tipsy 首先第一個tip就是你要懂得拒絕朋友的邀約 我知道很多人性格可能比較外向 可能有朋友約說 欸我們這個周末去幹嘛幹嘛 或是我們今天去喝酒 我們怎麼樣這樣 他就喔好好好然後就去了 但是他可能本來那一天是有安排其他事情 他有需要完成的task 如果說你經常性的因為朋友突然的邀約 而打亂你本來的計劃 而導致事情沒辦法完成的話 我覺得你就要好好思考說 是不是要適當的拒絕朋友的邀請 這件事情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到頭來假如你missed the deadline 或是你事情沒有做完 苦的是誰 是你自己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拿捏一下 你平常的社交生活 跟你的個人生活是不是有衝突 第二個是當你列好所有你要做的事情 你的時間表都排好之後 你要創造一個適合的工作環境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讓你在工作的時候更專注 這個的話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像我的話我會喜歡點蠟燭 然後旁邊一定要有一個水或是茶 就是可以喝的東西 再來我個人是沒有辦法 在一個完全安靜的環境下面專注的 所以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我就是沒辦法去圖書館你知道嗎 我去圖書館我會整個人覺得就是 就是一點 像我的話我很喜歡去cafe 就是旁邊是有一些環境音的 但是你戴著耳機 有一種鬧鐘取靜的感覺 所以我就發現 那樣子的setting 其實對我來說 是我更可以專注在我做的事情上面的 再來下一個tipsy呢 就是要撇開所有可能會讓你分心的東西 以一個之前在家工作很長一段時間的人來說 我自己也發現首先第一個 是你不要在床上工作 在床上工作你很容易就躺下去 然後就在床上工作很容易會讓你的思緒變得很慵懶 然後很沒有效率 第二個呢 是我發現你不要穿著睡衣工作 即使你在家好了 你換上一個舒適的家具服 你也會感覺是喔 我跟睡覺時候的我是兩個不同的角色這種感覺 所以我自己以前當然也會穿著睡衣工作 但是我後來發現 欸我換了一套衣服之後自己會覺得 喔OK我現在要切換到下一個模式 我覺得這個是蠻有效的 哇還有一個distraction 就是不要輕易的開始追劇 我跟你說我相信一定不是只有我一個 就是如果你今天一旦開始追劇 你就會想要把它看完 尤其是那種已經有大結局的劇 你就會 你就會心裡想著好 我再看一集就好了 再看一集就好了 好我剩兩集就看完 那我把兩集都看完好了 我給你保證你一定會有這個心態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最近的schedule很忙碌的話 千萬不要輕易的開始追劇 除非你有很強的自制力說 OK我今天就是看一集 然後我有空的時候才能再繼續看 如果你有這樣的自制力我覺得 你100分 go ahead 但是像我這種對帥哥沒有什麼自制力的朋友呢 就是不要輕易的追劇 下一個tipsy呢 是在安排工作的時候 你可以把簡單的task擺在一起 例如說有一些東西 可能你要回一個email 可能是花一分鐘兩分鐘的時間 我會建議你把這些東西寫下來之後 把它group在一起 你就是花例如說15分鐘 你把所有這些小的很tds的東西 全部一起完成 因為那些瑣碎的小事情 就是我們會一直記在腦袋裡面 然後會感到心煩意亂的 所以當你一次性把它做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 喔我好像首先你完成很多事情 然後再來是你不會因為這些小事情 而影響到你的思緒跟專注力 然後上次我忘記在誰的頻道 我看到他推薦另外一個tips 就是盡量不要把不同類型的task放在一起 例如說我要去買grocery 然後我又要打掃家裡 然後我又要上字幕等等 就是這些太不相關的東西 你的腦子可能會沒辦法馬上很快的切換到每一個task 需要的那個狀態 所以你在做這些類型太不同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的腦子會一直在不斷的運轉 但是它會很累 所以你也會覺得好像 喔你今天好像沒有真的做到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你覺得心很累 那個也算是對身心靈的一種消耗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大家可以記下來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要每一天都調整你的schedule 因為我們每天你知道事情不會永遠按照你的計畫去走 所以當有一些突發狀況的時候 不要太逼自己非要跟著這個schedule走不可 而是你去想說OK今天有新的東西過來 我重新調整我的優先順序 讓整個schedule是可以繼續運作的 然後當然也是listen to your body 例如說你可能早上白天的活動意外的非常非常累 你真的沒有那個力氣跟心情去做 你本來晚上要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OK get rest 但是這個就是你自己心裡要一把尺 說我的累是不是真的累 還是我是懶惰 那這個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那把尺要怎麼擺 大家要練習一下 我也還在練習中 再來下一個是增進效率跟自律的方法 就是你要培養自己一點小小的強迫症 我以前在家的時候我是完全 like I don't care 那個碗啊吃完我就放在那邊 就是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然後我的東西到處亂丟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呢我發現我自己住之後 我沒有辦法接受說我的水槽裡面 有沒有洗乾淨的碗盤 這一點是我自己發展出來的pet pee 那我覺得我的轉變呢是來自於 我有一些很喜歡的youtuber好了 我會覺得哇他們的生活好像很乾淨很整齊 我也想要跟他們一樣 所以我在看到自己的家是很亂的時候 我就開始慢慢的有一點接受不到 對如果你有一些就是喜歡的youtuber 或者是喜歡的IG page的話 可以多關注他們 就慢慢的洗腦自己說 我的生活也要這麼乾淨 我的生活也要這麼乾淨 那也因為我發展出了這個強迫症呢 我發現有一些我本來會拖延的東西 像是洗碗啊或是做家務這一些 慢慢的都變成是 我會主動把它排進我的代辦事項裡面 強迫症並不代表你是真的喜歡做那件事情 例如說我是真的很討厭洗碗 所以呢我又找到另外一個方式 我發現我在洗碗的時候 如果是聽一個podcast 或是聽一個講話的youtube channel的話 我會覺得洗碗的時間過得比較快 如果你有類似的事情的話 找到一個方式讓你覺得這個東西 從你真的是真心的厭惡 倒是bearable可以忍受的 那今天要講的最後一點是 我覺得大方向來說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今天做的這些事情 會是不是有什麼你自己個人的目標 以學生來說好了 今天你很認真很認真唸書 你雖然很討厭唸書 但是是不是在認真唸書之後 你有達成你想要達到的目標 我覺得當你有一個bigger picture 就是你自己知道說 你做這些事情的目的跟意義的時候 你會比較能夠自在的去接受這些 聽起來很力行公式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 問問自己 我今天的生活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我現在做的事情 有哪一些是跟這個目標有相關的 這個也會成為一個動力 因為真的很多人跟我說 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可是都沒有動力去做 動力這個事情是要你自己發自內心的去找到 去感受到他才會發生的 不是說我跟你講說 你就是要去做 沒有用啊 你不會真的因為我這樣說 你就去做然後你就去做了嘛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好像也沒有什麼資格 跟大家聊 像效率啊或是 對 但還是希望這支影片 對大家有一點點小小的幫助 那我最近也在想 除了vlog之外 我的頻道還可以拍什麼樣子的影片 是不是坐下來跟大家聊聊天 或是分享一些戰利品啊開箱啊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要看我做這樣子的主題 Anyway如果你們有想要我做的主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